常设142个执勤单位 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特种机动队执勤车组的日常行务 每个车组5名成员 包括一名车长和4名组员 装备精良特种机动车 就是他们出警最有力的支撑 手枪 防爆枪 防爆防弹 两套盾牌头盔 长短紧棍 道钉 防爆毯 处警现场可能用到的警械 一应俱全 同时车上还配备了许多最新技术装备 比如这顶四季头盔 为适应各种警情 加强勤务组成员间的协作和默契 提高实战能力 每周队员们都必须接受不少于8小时的专业技能训练 掌心 掌心 特种自动队的平时的训练 除了个人的技能的一些训练以外 更注重于团队的组合 一些战术战法的运用 比如说混沌的组合 双枪的组合 地形地物的运用 旧变机材的运用 以及增援处置等等 囤兵接面 在重点区域执行固守 盘查 灵检等执行任务 应对突发 三到五分钟赶到现场 承担掀起处置 增援控制 抢险救灾等任务 3月16号 一名精神病患爬上南京路步行街 一撞建筑 特种机动队第一时间抵挡 清理出安全区域 为后续营救的人员和设备 腾出了场地 4月25号 灰陵路上 一男子持蟹抢劫 特种机动队迅速反应 当街将其制服 成立不到两年时间 特种机动队共参与各类大型活动安保 1800多次 快速成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多起 我们上海特种机动队呢 是在全国是首创的 它是对我们整个现代警务机市 升级版的一个打造和创建 那么特种机动队 它就是对我们传统的巡警 和现代的特警的有一个保创 在维护城市的公共安全方面 发挥了第一道防线 为保障上海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近期上海公安特种机动队 将加大尽力投放 延长执勤时间 加强机场 火车站 码头 景观道路 商业闹事等人员密集区域 武装助手和巡逻执勤 确保迅速响应 处置突发 东方卫视记者 马红仁上海报道 优优独 med